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一个很高的阴架上摔死 有一次几乎淹死 还有两次在斗马的时候也险些丢了性命 成年以后 轩信的身体也不太好 37岁的时候 他的身体越来越差 医生也说他的日子不多了 这使他极为沮丧 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 主亲自医治了他的疾病 帮助他摆脱了早逝的阴影 这些经历让他认识了主的保守 对基督的内在认识 驱使轩信一生中写下九千多首诗歌 其中有几首以基督是一切为主题的诗歌 尤为宝贵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 耶稣说过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所以 轩信所写的 基督是一切的主题诗歌 是以基督为重心 以基督为根基 在事工上 宣信竭尽全力 他创办宣道会 成立出版社 办宣教学校 但他拒绝接受任何薪水 在福音工作上 不接受任何金钱 防备自己有机会贪心或者欺诈 他也不接受荣誉博士的头衔 免得自己被高举 过于弟兄中最小的一个 根据他对主的经历 宣信整理出四个要点 基督是救主 是圣别者 是医治者 是要来的君王 耶稣的这四重身份 成为宣信服事中的独特教训和信条 就像宣信在 金要主自己中写的那样 钱要的是祝福 金要主自己 钱要的是医治 金要主而已 钱我贪求恩赐 金要赐恩者 钱我寻求能力 金要全能者 宣信的一生 是追求主自己的一生 我觉得 这是对一个基督徒 最高的评价 在美国答案里面不幸福美国答案里面不幸福 请绿策